只不过是去餐厅吃个饭 怎么吃着吃着竟然人就过世了呢 在昨天逝世的这名死者 他只有39岁 其实非常年轻 而且他还是位高材生 他拥有台大经济系跟政大EMBA的学历 去年10月份才刚刚加入一间外商的新公司 这死讯一传出 让他的同事跟朋友都非常震惊 椅子上阳光大男孩的模样 他是保龄茶室的风波当中 首例死亡个案 39岁的女性男子奏事 任职的公司隔天发内部信件 读下去的内容写下 以非常沉痛的心情通知同事们 去年10月死者加入公司团队 很快的成为团队中备受爱戴的好朋友好同事 大家会非常怀念他 也将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他的家人 离清整个案发时间 22号中午 女性男子跟女同事到保龄茶室用餐 吃了龜条香兰液饮料 晚上出现身体不适 隔天下午到三重的医院治疗 当天晚上返家 24号二度叫救护车 当天下午宣告不治 从用餐到死亡不到72小时 他从小我们就认识了 他搬来很久了 他们虽然都很有礼貌 所以我们背后都说有礼貌的小孩 因为他很乖 从小就很乖 也很上进 后来他也是台大EMBA的硕士毕业 邻居得知消息后 震惊也不舍 旅行死者被朋友称为行销鬼才 台大经济系毕业之后 攻读政大EMBA 曾任职多家证券投过公司 去年才到新衣区的公司上班 事发后朋友发文表达不舍 也有同事透露 保龄茶室离公司不远 大家常去用餐 到餐厅用餐却中毒夺命 检方原理下个月要香烟遗体 也提早到28号进行 毕竟一连串传出噩耗 多人用餐后死亡 住院一定要找出原因 来向家属交代 TVB新闻王华林 陈仁华吳玉亚 叶军新北市报道 而现在只要有去保龄茶室 用过餐的民众是人人自为 而在稍早有一名桃园市民 他说他在21号晚上 也去店里面点过炒果条 不过保龄茶室在桃园 其实没有分店 所以经过查证 证实这一名去报案的市民 他其实之前通报 人在三种的30多岁男子 这是一个最新的讯息 不过我们刚刚看完第一名死者 再来看是今天上午逝世的 这名男性 他今年66岁 不过他女儿就很伤心的说 父亲的身体一直都非常健康 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只是跟朋友聚餐 吃了一顿饭 竟然人几个小时之后 就过世了 所以他现在打算 也要对保龄来提出告诉 希望能够查明真相 绝对不会让父亲死的 不明不白 一次饭 不超一个礼拜人就没了 保龄茶室 食安风波延烧 证明杨小姐就是第二例死者 66岁杨先生的女儿 她一度说到哽咽 悲伤情绪 跟着泪水溃涕而出 就我父亲他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 没有任何肝的问题 没有任何肾的问题 回故事发经过 66岁的男性死者 在3月19号中午到保龄茶室 吃了炒果条 同桌朋友吃炒面 但身体没有硬状 女儿说爸爸当天晚上就腹泻超过30次 有先去诊所就医 怀疑是得诺罗 拿药服用 腹泻状况暂时止住 22号清晨死者开始倒汗 身体不适 甚至心跳紊乱 以为是心肌梗塞 紧急送到新光医院治疗 检查之后排除 转到普通病房 这时候精神还算不错 可以有说有笑 但后来却又出现了 胃食到灼热 精神不济的状况 做了非常多的抽血检查 身体越来越失落 一度水肿 肝指数冲上一万四千多 就是打枪筋针等等的话 还是都没有效 所以原则上的话 他还是一个很严重的酸中毒 医师说除了酸中毒 还有猛暴性的肝肾衰竭 23号送进家乎病房 25号装叶克膜 27号病况恶挂 从用餐到身亡 短短九天 基本上就责的部分 我们一定会一定会 一定会一定会做 因为不能没有道理 就是让父亲死的不明不白 现在掌握到这名死者 主要是吃炒果条 居住地在新北市三重 卫生局持续厘清 而杨小姐也不排除找律师进行后续的提告 一顿饭让女儿跟爸爸天人永隔 家属追讨真相 一条生命不能平白无故 就是去 TVBS新闻 李正文黄凯进台北参谋董 当然现在呢检警都在查 这到底是食物中毒呢 还是人为下毒 这是要厘清的 不过有专家看了很多过去呢 国内外发生过类似新闻的案例 就推测呢 有一种毒素 它的毒性就是这么强 这种东西叫做米酸菌 它其实呢到底什么是米酵 米酵菌酸毒素呢 跟证一下 我们要来带大家来一一检视了 它其实呢会入侵人体 瘫痪立腺体 最后就会引发重症 所以它严格来讲 不算是细菌 而是一种毒素 那它透过呢 粪便这些分泌物 是也没有办法做培养跟检测 而且它的这个产生的条件呢 其实呢 蛮宽松的 只要摄氏26度 就有可能会出现 甚至是你做高温烹煮都没有办法 把它给去除掉的 那当然大家可能很好奇 什么样的食物才会有这种 米酵菌酸出现呢 大家要特别留意 它很常出现在呢 保存不当的发酵米 或是米类相关的食物 所以像这次新闻里面看到的 这些果条啊粉条啊 都是属于米类的食品 那另一个就是经过 长期浸泡的一些食材 比如说呢像黑木耳 很多人觉得啊 我泡隔夜再拿来使用 不过如果你浸泡的这个器材啊 器皿不是很干净的话 就有可能会产生大量的这些病菌 导致呢这个米酵菌酸来出现 甚至呢只要一毫克的量 就很有可能会致命 所以现在呢 专家都在研判 到底是什么因素 那过去发生过一个类似的案例 其实是2020年在中国大陆 当时呢是在东北 有一家12个人吃了这个酸子汤 什么是酸子汤它其实是一种用水膜 玉米粉去发酵出来的面条 一家12个人最后有9个人 竟然通通是离奇死亡了 而后来呢这个经过相应也发现 它们体内确实就含有这种 高浓度的米酵菌酸 北方的酸汤子是用玉米水膜 发酵后做的一种粗面条 玉米发酵后的面条 放到热水烫熟 可以熟食也可以凉拌 味道酸甜浓郁 是满洲著名小吃酸汤子 但在2020年这一碗面条 让黑龙江一家9口 食物中毒身亡 到发病没有吃过任何东西 而且吃过这个食品的人 全部发病 家族聚餐 九位吃了酸汤子的人 陆续严重腹泻呕吐 最后全数病逝 事后调查 当天食用的酸汤子原材料 已经在冰箱冷冻长达一年 在玉米面和死者胃部 都检测出米酵菌酸 有可能一毫克的米酵菌酸 就可能会致命 而且这多重器官衰竭 往往会发生很快 就在你来吃到污染的食物之后 可能一天内就发生 死亡率是蛮高的 我看文献他说 几乎40到100%都有 目前并没有有效解毒剂 米酵菌酸毒素 存在被椰毒甲丹波菌 所污染的食物上 包括古物发酵制品 玉米面 醋凉粉 以及薯类制品 马铃薯粉条 干薯面 还有木耳银耳 都是容易产生 这种毒素的食品 医师提醒 这类食品一定要放在 通风防潮的地方 吃不完得密封保存 木耳银耳要用温水 现泡现用 泡发后如果出现粘软異味 绝对不能吃 大陆专家也曾多次提醒 米酵菌酸毒性极强 是披霜的20倍 官方记录 从2010年到2020年 全大陆已经发生 米酵菌酸中毒案件14起 多达84人中毒 37人不幸死亡 TVBS新闻小明镇 李明珍综合报导 其实最近真的很多 食品安全相关的事件 另一起很多人在关心的 就是日本知名小林制药的 红麴产品了 而日本现在的状况是 现在呢 在今天又新增一名的死亡病例 而他跟之前第一名的死亡案例一样 都是有肾脏病的患者 所以具体的这些病情啊 死亡原因还需要再做厘清 不过另外已经有106个人呢 是健康出现一些状况 所以都住进了医院 那日本的厚生劳动省就下令了 要立即报废 小林制药总共的三类产品 而至于在台湾也很多人都是呢 小林制药忠实的顾客 而目前呢 台湾其实呢 已经有31家业者进口相关的原料 所以有预防性下架 121项的产品 那日本方面呢 是有通报26家业者 有49项的产品下架 不过台湾方面 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的预防性措施 像是呢 有这个7家业者就提供消费者一些处理 专线有退货的服务 而如果观众朋友 你不确定你自己吃到的产品 到底有没有使用到这个小林制药的红麴的话 其实呢 食药署有在官网设立一个专区 你可以去查询一下 确认是否有这样的问题 可以来做后续的处理 可以啊 就算吃到一半也可以 日本小林制药红麴原料疑似出问题 台湾好几间业者紧急预防性下架 其中也包含南部好几间生计公司 使用到问题红麴的厂商 也包含为在台南的伸展化学制药 卫生局前往稽查 不过商品都已经流到各大通路 包含大家熟悉的DHC浓缩红麴胶囊 台式长春乐活育红麴 居城市进货的七项红麴商品 还有大盐生衣的纳豆红麴 以及丁丁药局的诺宝红麴胶囊 不只市面上 就连在官网上 也已经搜寻不到这项商品 全面性下架 除了潮商自主回报之外 县市卫生局也主动出击 掌握小林志要原料在台流向 持续向下溯源 要求停卖并回收 TVBS新闻林嘉宜 你帮顾首昌南部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